今天這個工廳會 大概我們局裡面的相關單位 也都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我先給一個介紹好了 因為我們的捷山市開發基地 那大概我們的檢舉聯合開發處 吳正義、吳副總工程師 那待會大家有些問題的話 他也可以做說明 還有我們大陸認識 蘇利敦課長 大家好 那待會有關於開發的問題的話 我們會請他們做說明 那另外就是說 有關我們當時的規劃單位 我們綜合規劃處的 黃爾哲、黃課長 如果對於規劃方面 有些問題的話 他也可以來做說明 那在我們陸全市主要是主辦未來 土地的架構 還有地商的拆遷補償等等 那如果說有關於這些問題的話 我們待會也會來做說明 那今天我們進行的那個流程 大概我們會進行檢報 那檢報完了以後 大概如果說各位土地所有權 或相關的權利人 有任何的意見要表達的話 可以用書面 或者說現場來跟我們 就算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如果能夠現場說明的 我們緊張在現場說明 那如果現場沒辦法說明的話 我們還是會用書面紀錄的方式 會寄送給各位 那當然各位現場提出來的問題 會後也會用書面 寄給每個土地所有權 那所以說剛剛有些問大家 就說剛剛這個開會通知 如果說沒有收到的人的話 可以到門口的簽到處 再去更改一些住宅 那我看我們先進行 我們的檢報的這個作業 那我們大概 因為怕擋到個人事件 我們先站底下 待會我們會到台上面去做 再提取各位的意見 那我們先開始檢報好了 謝謝 檢報是由我們的雅興工程公務公司 我們先來跟他做個說明 謝謝 好 我們謝謝主席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地主 因為今天天氣非常的冷 然後也謝謝各位地主 非常關心這個案子的一個公聽會 那今天的會議名稱呢 是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新一區東延段R03站 捷運開發區捷三 工程用地的第一次公聽會 那主要的法令依據呢 是依照這個土地徵收條例的第十條 還有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系者的第十條 然後必須辦理就是兩次的公聽會 那今天是第一次的公聽會 那主要就是說明這一次的這個 新辦事業的一個概況 那展示這個相關的一個突擊 以及說明這個事業計畫的一個公益性 必要性、適當性以及合理性 那也聽聽就是各位 土地所有權人 以及利害關係人的一些意見 所以那個在這個公益性必要性 以及適當性合法性的說明上呢 時間上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那請就是可能要 不好意思要麻煩各位地主就是耐心的 先讓我把這個說明 簡報說完 然後各位地主有意見的話 再會在後續的部分 我們再來進行就是問答的部分 那今天簡報的內容呢 就會針對這個新辦事業計畫的這個計畫 緣起目的 以及這個計畫的概要 那第三個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這個計畫的一個公益性、必要性、 適當性以及合理性的一個評估說明 那第一個部分 在計畫緣起的這個與目的的部分 因為這個福德街新一路六段到福爾街中坡南路這一段呢 因為它的交通需求量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在這個捷運系統的服務呢 仍有不足的地方 那所以呢 為了要延續這個捷運的信義線的一個銜接 所以我們在成為就是台北市都會區的一個捷運系統 延伸的一個網絡 那所以可擴大這個大眾捷運系統一個服務的範圍 所以來發揮這個捷運系統的整體的一個運輸效益 那為了要符合這個都市發展策略的這個 就是捷運系統大眾捷運系統導向的這個政策 也就是我上面寫的TOD導向 來減少這個汽機車的一個排碳的一個廢氣排放 那使這個都市的一個生活品質能夠提升 那在這個計畫的緣起就是在 其實捷運信義線的規劃報告已經在89年行政院已經核定 那經濟部在中央地質研究所在89年的10月呢 也將這個台北斷層 自台灣斷層的名單之中移除了 所以為了符合這個當地居民的一個需求呢 所以我們就是來增設這個新義線東延段的這個 增設這個車站 那在環境影響評估書的部分也已經於97年呢 或這個行政院環保署的一個統一備查 那路線的一個建設計畫呢 在行政院99年2月呢也已經核定通過 那內政部在都委會104年的6月呢 針對這個計畫已經審議通過 那主要計畫是在104年的9月也已經公告實施 那在西部計畫的部分在104年的10月 也就是去年的10月呢也已經公佈實施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這個捷運系統用地的一個取得的作業 那這個捷運系統的一個信義線東延段 它是銜接這個就是原本的一個信義線 那它是沿著這個信義線6段 就是原本的象山線沿先過來 那延伸就是這是R03站 接下來就是我們現在今天簡報的這個捷山用地的一個主要站體的部分 那最後是到育成公園的位置 那在第二個計畫的概要部分 那這是我們捷山系統 捷山系統用地的這個主要的一個範圍圖 一個空罩套圖 那這是我們信義線R03這個車站站體的主要位置 它是位於這個福德街的地下 那今天的主要公聽會的一個範圍呢 是主要是在這個R03站捷運開發區 也就是黃色區塊的這個地方 那因為這個在細部計畫的部分呢 也都在已經在104年的10月公告實施 所以我們今天才辦理這個第一次的公聽會 那在這個整體規劃的部分呢 這一條是那個福德街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站體位置是在這個捷運開發區捷山用地 那在其實在福德街的南北兩側呢 我們都設置有就是捷運的出口 包括這個捷山用地聯合開發區的部分 也會有這個捷運的出口 那也會有這個通風景的設計 那這是主要的一個整體配置 那這個是我們捷運開發區的一個地級套繪圖 它主要的範圍呢是在我們福德街 然後福德街的89項以及137項 然後還有137項巴弄這個部分的中間的一個接闊範圍 那這個是用地畫設的部分 那目前現況其實都已經建築有這個公寓的建築物 那南側的部分是屬於就是保護區的土地 那它的接貨範圍就是如剛剛所說的就是為了這個符合這個捷運的一個旅運的一個需求呢 所以我們來設置這個土地開發的 用土地開發的方式呢來提供這個捷運設施 來設計這個空間的配置 那這個是我們捷運開發區的這個捷山用地目前的一個現況 那其實現況其實主要還是以就是比較低密度開發的一個公寓建築 大部分都是四層樓的一個公寓建築物 那這是從福德街89項往捷運開發區的方向的一個現況照片 那這邊是福德街然後這個是137項 那這是主要我們開發區的一個現況 那這個方向呢是從福德街的137項呢 然後往我們捷運開發區的一個現況照片圖 那這個是都市計畫變更圖 那其實主要捷運開發區的沿周邊呢 主要是駐山的一個土地 那現況的話已經變更 就是我們今天本次公聽會的用地取得範圍 捷運開發區呢捷山用地 已經變更成這個捷運開發區 那在土地開發的目的以及作業流程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捷運開發區主要目的是要設置這個捷運的出入口 然後通風景以及一些機場的一個相關設施 那所以呢為了要讓這個公共設施如期的完工呢 那希望能夠藉由土地開發的方式 那要使土地所有全能除了就是提供這個捷運系統設施所需的土地之外呢 也能夠維持這個開發之後的一個效益 那所以另外一種取得方式就是徵收啦 那其實就是捷運開發土地 土地聯合開發的方式呢 其實有點類似民間的和解 那由地主來提供這個土地的部分 那由投資人來提供投資的建設的一個資金 然後最後來進行這個土地的開發 那主管機關這邊呢就是一大眾捷運法會取得 就是二分之一的捷運獎勵的一個價值 來遞注回來我們這個捷運的一個 暫題的開發建設的一個經費 那在這個法律依據的部分呢 主要是依據就是大眾捷運法 以及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的辦法 那在101年之後呢 因為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嘛 然後所以市價 主要土地徵收主要是依據市價來進行徵收 那所以在這個台北市的大眾捷運系統呢 他們所需的土地如果辦理協議架構的話 也會依照這個大眾捷運系統的一個土地 協議架構的優惠辦法來辦理 那這個是土地開發的一個流程 流程圖就是我們會先就是進行這個路線的規劃 那規劃完之後呢都市計畫會完成這個變更 以及就是核定 內政部就是都委會審議核定之後來公告實施 然後之後我們會進行就是跟各位地主進行這個協議架構 然後之後才會進行就是土地的一個開發 以及權力的一個分配 然後最後才是使用管理 這是一個土地開發的一個整個流程 那在今天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呢 就是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 以及合理性的一個評估 那這個部分因為就是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那這個不好意思啊 可能各位地主要就是耐心